大家好 我是Philip 今天和大家開箱一隻最近收到很小的 Mini PC 這隻是Hug Comics 這次就和大家看看這隻 Mini PC 可以做到什麼 這次收到的版本就是一個 N350 的處理器 有16GB RAM 另外有個 512 SSD 先和大家看看 開支影片之前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有什麼意見在下面留言一起聊聊 首先和大家開箱 因為本身的機器很小 所以盒子也是很小的 其實很簡單 上面寫了後面是CPU N30 這次是橙色的 因為它有幾個顏色可以選擇 另外寫了16GB RAM 即是512 SSD 這個也是可以選擇的 視乎大家的預算和要求 打開之後 看到差不多大部份的位置 其實都是火牛 其實主機很小的 另外有一塊是防塵網 跟大家說一下防塵網有什麼用 這個大家可以貼到主機上 當然是防塵 這個方便大家不會入塵 大家看看火牛 那麼大隻火牛 先看看火數 當然它是櫻頭 然後它的數據 先看看 19V 3.42A 這個就是擦一個DC頭 放回MAPC 但我自己覺得 如果它真的可以用Type C 是可以用Type C供電 就是幻想的 不知道 但是這樣就非常方便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部機真的很小 我先給大家拿出來看看 打開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很明顯 那個小到小 比我的手掌小 當然 可能我的手掌不是很大 但其實是很小 它的橙色也挺有質感 因為它是鋁合金感的質感 而且生液位也夠多 你看到旁邊 上面有一個開關鍵 風扇 其實整個質感比我想像中好 剛才提到的生液片 其實就是貼在上面的過日封位 當然有些人喜歡貼 就不要貼 但如果怕入塵的話 你可以貼回 前面也有一個螢幕 有一個螢幕 螢幕可以顯示數據 亦有些Port位 大家可以給大家看看 它有幾好的 也有幾多Port 有DC頭 LAN頭 T-Flash 2HDMI 3個Type-A USB 前面有兩個Type-C 接口 亦是一個3.5mm 亦夠多Port 雖然很小 先說一下 它用了Intel i3 N305 處理器 8核線程 裡面有一個內置 Intel自己的掛卡 基本上是普通文書 一定沒問題 如果遊戲玩少少都可以 跟大家之後都會試一下 另外有DU Channel LPDDR5LM 今次是40GB 另外 重點 USB有5個 有3.2 Gen 2 Type-A 前面有兩個Type-C 一個是USB-4 一個是2.0 竟然 這部機子 可以有USB-4 真的非常喜歡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 有USB-4的機器 另外就是 它最多可以有3個螢幕 同時使用 方便一些 用來喜歡多螢幕 我自己喜歡用兩個螢幕 我就不會用三個 因為我自己的地方不大 如果大家喜歡看股市 喜歡看多螢幕 多工的人 三個螢幕都會支援 另外它前面有一個LED 可以看到狀態 例如溫度 例如時間 都可以看到 另外後面 都會有一個M4 SD的插槽 有內置藍牙5.2 以及WiFi 6E 而且它都很注重散熱 所以它裡面的風扇 也是不錯的 也是同導管散熱 而且風扇 亦都可以看到 是很方便 它的設計 可以讓大家去清潔 雖然它有防塵網 大家可以駕層 但始終清潔 有時都是PC 你知道 都是需要 如果大家自己打開 操作都是好的 因為有時 這些低功耗PC 大家常常用 做某些東西都會長開 變成可以自己清 也是好事 亦都很簡單 可以打開清潔 其實 簡直跟大家試一試 就是一次開幾個分頁 亦都開到Youtube 其實都挺流暢的 亦都不會說 雜機 大家可以看 CPU RAM 和Rafit的效能表 大家可以看一看 它的處理 亦都可以看一條影片 即是順不順暢 大家可以看一看 其實有一件事都要留意 因為我現在 將它出現多了一個 出來錄這個螢幕 所以 其實對效能有少少影響 但我覺得 大家都會明白 接受的 有個觀眾會問 這麼小的機器 能不能打到機器 我不是只想做文書 可以打機 可以嗎 其實如果打機來說 我都叫阿呂 幫我們試一試遊戲 她比我熟悉 試一試之後 其實她也多 立即安裝了一個 就是方法3 要跟大家開出來試一下畫面 用她預設的特效 即是設定 大家會看到 都算不錯 其實FPS來說 因為我現在多插入去錄 即是HMI Out 其實她就只有 三十多至四十多的FPS 但如果我拔掉錄鍵之後 FPS就上升到四十多至五十左右 當然 你不可以找一些太厚重的大作 即是開了特效去玩 一般 即是普通的遊戲 其實她都還好 我覺得 至於SSD方面 她這次也挺好的 不是用集體的 就給了一個SK Hirex的SSD 如果大家不太熟悉 就是一個 不是叫做新牌子 也要一段時間 自從Intel 賣了 SSD 業務給SK Hirex 之後 其實就開了這個新牌子 這次她用了這隻SSD 也是武器大家 亦是相對 比較穩定性高的SSD 當然 如果大家有興趣自己換的話 這也是相對容易打開 可以換得到的 但是 也是這樣說 如果她跟這個SSD 本身是OK的 我覺得你在前期選擇 或者動手能力不強的 你自己選擇更大 或者在RAM 上 你又可能決定 究竟是否要RAM 另外配件方面 它有一個小袋子 其實這個小袋子 就是剛剛好 可以代回Mini PC 如果真的把它帶出去 其實一個小袋子 就已經完成了 讓大家看看 這麼小的袋子 就可以代走了 因為它沒有螢幕 所以如果大家加倍了它的螢幕 它就會有一個7吋螢幕 當然它應該不會像大家知道 貴螢幕那麼漂亮 但基本上它也有螢幕 即是基本的控制 然後HTMI Input 好歹是大頭 另外是Touch 另外是DC 應該是DC In VGA 小的HTMI 做VGA HTMI 應該是HP 應該是HP 它應該會跟著 螢幕的話 跟著一條A去A的線 配件 配件 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 小鈴鐺 另外一個 就是Touch 負責系 一個是Micro頭 5A 用剛才螢幕做Touch 另外 如果大家要用一些 Type-C口輸出 多於HTMI 它也可以跟著 Type-C 去HTMI頭 這方面 就是大家用一些 不夠 兩個HTMI都不夠 要三個螢幕 就可以用Type-C 轉HTMI 但是它會霸佔你 一個Type-C頭 另一條 就是HTMI A to A頭 大家可以用這個 即是駁回普通的螢幕 另外 硬盒套裝 裡面 它也可以放在這個 裡面 也放在背景 還有線材 也可以放在這裡 也可以放在這裡 這條Type-C 另外 有一個 Micro Type-A 就是什麼呢 裡面 也有一個 藍牙的 摺疊鍵盤 這樣就可以最輕便的 鍵盤 最後分享一下 我自己少少用這部機的感受 我覺得 有幾個優點和缺點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機身夠小 我覺得是省位 真的很小 不會阻礙地方 尤其是我家裡 比較小 或者大家公司 桌面也不會太大 但現在又想有一個 Mini PC 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選擇 還有 有些人喜歡帶出去使用 怎麼會帶出去使用呢 例如做活動 要帶一部PC 又不是用Notebook 它可能是有其他原因 要用更大的螢幕 可能這支機都會適合 因為它的金屬設計 也有些質感 雖然不會經常拿上手 但手蓋也確實不錯 另外它夠多USB 三個Type-A 兩個Type-C 我覺得 相對地 由於現在這個年代 大家是不是都要加很多不同的東西 插上去 尤其是我自己 可以插SSD 可以插輯器 有機會這些優點都不夠用 但雖然你可以加些一開幾個盒 但相對地 它的原生優點會比較好 另外細設計來說 它的設計也挺合理 雖然它做了一輩子 長時間運作 我相信它這樣的設計 不會過現在 而且低功耗機 大家設計出來 方便大家可以長開 性能方面 其實我自己用起來 很順暢 一般民主處理 上網看影片 就算是4K 8K 也沒有大問題 如果大家真的去玩遊戲 就可能未必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但如果可以開口的遊戲 玩一下 它也算是還好 但是你拿著很厲害的大作 開到特效很厲害 那你可能就要購買遊戲機 那當然也是 始終它剛才提到 就是遊戲 你越想打3K大作 可以開出很重型的效果 那沒辦法 這部機器未必適合你 另外它機箱很小 它升級有限 始終它的WAM 我猜不敢再拆下去 因為要動牌線 我怕拆壞了 做不到影片給大家看 所以升級 WAM應該會比較難 這些都算是可以給大家換到的 整體來說 如果大家追求一個 真的超級攀位 用電少 日常可以多工 或者 你這部MVC 都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它本身真的很小 如果目標是很高階的遊戲 或者要剪片 要剪到8K、12K的影片 那你可能會想太多了 這部小部 本身做日常文書 看影片 現在一般做的PC 其實都應付得到 最重要的是它夠小夠小 因為這是真的 尤其是位置不多 這部機器真的可以幫到手 如果你想找一部 有省位 又可以長開 又不怕 可以開一些某些計劃 這部機器我都還可以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下方的資訊欄 可以按進去看看 看看價錢 對不對 亦都是自己考慮 對不對 自己用 今次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希望大家喜歡影片 還有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 我的頻道 下次再找更多新的東西 來跟大家嘗嘗 下次再見 拜拜